毒疫苗引香港恐慌及下泄苗令入民现绝望。 大陆假疫苗丑闻曝光后,不少民众打算到香港注射疫苗。 然而,香港卫生署担忧爆发疫苗荒,日前突然下发泄苗令从下月开始, 全港每月只有120个名额,可供非香港儿童预约接种疫苗大陆民众, 因此陷入绝望,不知道还能到哪里为孩子接种放心疫苗广告。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7月23日,香港卫生署突然叫停飞香港本地儿童注射疫苗预约。 香港卫生署在记者发布会上,称字上星期起, 香港政府母婴健康院的接种疫苗预约突然增多, 部分健康院的预约已经排到5月,由于要优先服务香港本地的儿童, 因此及时停止接收非符合资格儿童接种预约。 从8月1日起,香港母婴健康院将全面实施配额制。 每月配额是120个有需要时,甚至会全面停止不合资格人士的接种预约服务。 根据香港卫生署网站,香港共有31间母婴健康院,意味着每间母婴健康院只有不到4个配额。 香港家庭医生朱伟青表示,在大陆爆发假疫苗丑闻后,诊所的咨询量突然增加一倍。 不少担心的家长都询问是否能在香港接种,不过实际到香港接种的儿童并没有成倍增加。 目前诊所的儿童相关疫苗货源都比较充足,不过有大陆民众反映。 香港疫苗荒的情况确实存在。 据一名,珠海妈妈表示,去年下半年,孩子要在香港接种陆合一疫苗白猴,破伤风,百日咳,小儿麻痹及乙型流感是血感军,找了十几家私人诊所都找不到存货。 有业内人士则认为,当初大陆爆发毒奶粉事件,后因大陆客涌入香港购买奶粉,导致香港本地儿童买不到奶粉假疫苗,很可能导致相同级面大陆儿童数量庞大。 一旦都涌入香港接种疫苗药厂,将很难估计实际的供货量。 如果香港政府不实施政策,即便是私立医院或诊所,都可能会出现供货不足的情况有评论说,香港这一政策的实施,对于大陆民众,无疑是血上加霜,不知道还能到哪里为孩子接种放心疫苗。 绝大多数的大陆民众没有经济条件,到海外去接种疫苗,将因此陷入绝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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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